美国的克雷数学研究所 千禧年的时候发布了七道难题 每一道都是百万美元的大奖 22年过去了 唯一被证明只有其中的庞加莱猜想这一个 庞加莱猜想是由伟大的法国数学家庞加莱提出的 庞加莱是19到20世纪的领袖数学家 他用三体问题开创了混沌理论 找约安斯坦发表第一篇相对论的论文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庞加莱猜想是开启了 托普学大门 它是托普学出名研究问题之一 所谓的托普学就是叫做橡皮墨上的几何学 它只考虑物体的形状和结构不在乎尺寸大小 比如说我们一般说甜甜圈和咖啡杯是一样的这种 在这个他的猜想在2006年 由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完成了最后的证明 佩雷尔曼也因此获得了菲尔茨奖 但是佩雷尔曼他拒绝了百万美元奖 也拒绝了菲尔茨奖 这个托普学的中文猜想是庞加莱在1904年提出的 他说的是任意一个单联通的B的三维流行 与三维球面是同胚的 我们现在地球我们所建的球面 一般都是二维球面 三维球面没法用这个三维的图像画出来 所以说我们要用二维的来理解这个庞加莱猜 虽然这里有一大串的数学名词 比如说单联通 我们就把它理解成球面这样东西 没有动的东西就叫单联通 如果说它是B的曲面 那就是说它没有边界 不是平面而是球面 它就没有边界 另外就是说同胚这个词的话 它是托普里面 就是说它托普结构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庞加莱猜想说的就是说 如果一个这样的单联通的 又是B后的三维流行的话 它是与三维球面同胚的 我们虽然不能够画出三维流行和三维球面 但是我们可以用二维的来理解它 这就是庞加莱猜想 我们是住在地球上 地球是一个二维球面 但是古代人住在地球上的时候 并不知道这个二维球面有多大 它是一个什么形状 到底是球呢 还是一个无限扩展的平面 有没有边界这些都不知道 一直到麦哲能带了船队 从西班牙出发去探险 环球旅行了一圈一直向西 那是在1519年 它在三年以后发现自己回到了西班牙 这就人们就说这证明了地球是球形 路线因为是个圆圈 但是现在从现代托普学的观点来看 这个逻辑漏洞非常明显 因为船队照样的能够扰回来 即使地球中间有个洞吧 是个田田圈的形状 它也是能回来的 但是现在的因为我们人类上的天嘛 亲眼目睹它是一个球 所以我们不说它是田田圈 如果现在我们有一个麦哲能力的话 我们可以让它带上一根长长的绳子 绳子一端在出发点 另外一端就带在它的航海船上 然后如果它扰心一圈回来了 绳子也就扰了一个圈 这个绳圈能不能收回 就可以证明地球是球面还是环面 如果对球面来说的话 这个麦哲能它总能把这个绳圈收回到原点 无论它走哪条路线都是这样的 但是对环面而言就不完全如此 因为如果这个它走的是这个红的这条线 这条红的线的话是穿过了环面的中间这个洞 它就收不回来了这个绳子 因为就拦在那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判定它的托普结构 地球到底是环面还是一个球面 但是我们不是不仅仅是生活在地球表面 我们现在是在宇宙太空 地球表面只是二维的情况 而宇宙是一个三维世界 宇宙是怎么样的形状呢 到底是个三维球还是三维甜甜圈 这就是庞加莱猜想的关键 它与宇宙学紧密相关 这个庞加莱猜想已经一百多年来 对它研究是托普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它简洁易懂的表述深奥丰富的内涵 吸引了很多很多无数多的数学家 约约于是欧星力学勇往之前 它也有很痴迷的人终身铺在这个猜想上 都未得起过 比如说有一位希腊的数学家 他的名字简称为帕帕 他就是一直到病死 他都在研究这一个东西 另外还有这个哈肯尼话 他是比较灵活一点 他到后来就转向了 转去研究四色定理 而且证明了四色定理 这个斯美尔的话 他是一位研究那个混沌理论 很有成就的数学家 另外他也研究了这个庞加莱猜想 他解决了五位以上的猜想的问题 广义猜想 弗里德曼他是解决了四位的庞加莱猜想问题 这个到后来就只剩下了三位没有解决 五位四位都解决了 那么就有这么两位 这个System他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最后没有解决 这个佩雷尔曼就是最后解决的 他是在2002年发表了第一篇 破解庞加利猜想的文章 他后来这个克雷数学研究所就花了三年的时间 用了几个数学小组验证了他的结论 所以我们说是这一位俄罗斯数学家解决的问题 这个佩雷尔曼聪明绝顶是一位数学奇人 他十几岁的时候 他是奥数的满分的冠军 他得了42分 后来一直都没有人突破 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他也解决了一个世界难题 破解了一个叫做非常有趣的灵魂猜想 他在三十出头就解决了这个 庞加雷猜想的这个非常难的问题 但是他对任何东西都说了 他在16岁的时候 美国名校要为他提供奖决金 他拒绝了 他的生活结局并不富裕 他赢得了科雷研究所的百万美金 但是他也拒绝了 他对很多东西都是说漏 他不在乎他的身份地位 有多少名校 想聘请他为教授 他也拒绝了 这是菲尔茨讲最数学家的最高荣誉 也被他拒绝 这是怎样一位科学家 他淡薄名利 拒绝诱惑数学之省 人间难得 这就是我们解决了有关宇宙形状问题 庞加雷猜想的佩雷尔曼 我们看来 咱们不会那么 Wide 是 汪 晚上 handed 显 轻 år